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一站是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助上一笔之力 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一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周五的市场情况 澳洲股市在上周一和上周二连续两天出现了大跌 但是幸运的是在周三到周五连续三个交易日中 澳洲股市陆续出现反弹 在上周五整体大盘是上涨0.3% 收盘收在6664点 那么中国方面上海和深圳则分别有下挫 上证指数下跌0.7% 深圳跌了1.4% 欧美方面也同样以下跌为主 因法德跌幅大约都是在0.4%至1.7%之间 美国方面三大指数也有下跌 最少的跌了0.3% 最多的下跌是1% 那么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是维持在1500附近 最新的价格是1495美元每盎司 石油价格则从52美元大幅上涨了2美元之多 目前一桶美国石油报价是54.40美元 比特币价格目前也是在11500美元的高位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先来说一下的是 澳大利亚的经济为什么在过去接近20年的时间 能够保持增长 但是这个增长没有办法永远持续 那么相信如果在澳洲移民比较久的朋友们应该有记忆 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至今 澳洲的经济就一直是保持着强劲的上涨 也创造出这个世界上发达国家中 经济连续增长时间最长的国家 但是从2000年到现在接近于20年之后 现在的经济在过去一两年逐步开始了下滑 虽说有所增长 但是的增幅是非常之小 所以大家也不禁有所疑问 这为什么经济不可能永远能够上涨呢 难道就没有一个国家说 有50年甚至于100年经济都在增长吗 其实这个道理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我们知道就像股市一样 任何一个股票价格 它永远不可能是天天上涨 即便是那些过去两年表现最好的 比如说是牛奶股 奶粉 A2牛奶 或者像过去两年比较火热的afterpay 它们的价格都翻了20倍 甚至于30倍之多 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天天上涨 有关经济为什么不能持续上涨的原因 其实我们在今天就算说一天呢 也说不完 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因素 总结到两句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第一 由于澳洲的经济 它是属于一种叫做出口型 或者叫做外贸型经济 因此它过度的依靠于外部的需求和资金 那么当这个外部的需求和资金 出现了空档或者下滑过快的时候呢 澳大利亚经济体本身是没有办法能够 产生足够的动力来弥补上这个空缺的 所以在过去的一两年 当中国的需求和资金发生了大幅下滑的时候 澳洲当地或者说自身的经济没有办法来弥补这个空档 因此就造就了一个巨大的空缺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点呢 其实很多时候是有关我们人的心理的 就像我刚才说到股市不可能天天上涨一样 任何一个产品它永远不可能是天天向上 我们说经济啊 其实它是细分到每一个小小的物件 一个国家大的经济 其实是由每一个小的部件所构成的 我们身边的啊 就像手中的一套房 一瓶葡萄酒 一辆汽车 或者说一个商铺 它最终呢都会放大构成到一个经济 所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这些商品的价格实际上呢 都在上涨 房价在涨 租金在上涨 汽车价格在上涨 同样葡萄酒 葡萄酒庄园的价格也在上涨 因此 当任何产品的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达到通常来说 投资者的一个心理极限 之前的买家会觉得价格太贵 之前的卖家会觉得现在出手是市场的顶点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叫做心理的雷同效应 就像这个房地产一样 当很多人卖的时候 原本看上去一切都是好好的牛市 会变成熊市 那么当卖的人越来越多 价格越来越低 又有很多人会觉得价格现在跌了很多 是时候来抄底了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这个经济就是更多的时候呢 展现出了我们的一种人性 可以说我们每个人 就算是你再有水平的人 也有一个心理的极限 这个极限 当发生雷同效应的时候 就变成了什么呢 就变成了一个经济的极限 那么今天再来聊一下第二个话题 就是最近很多 包括我们的客户也好 我们的朋友也好 都在问 这个澳洲现在房地产市场 看上去有所反弹 是现在入场这个买一套比较廉价 或者说便宜一些的公寓好呢 还是买一套别墅 或者说是带地的这些物业好 那么首先我声明一下的是呢 我们是做这个金融分析的 因此呢 股市啊 这个楼市并不是我们的所擅长的地方 但是我也可以表达一下我的观点 总体上来说的话呢 当一个商品的价格确认到了底部 开始反弹的时候 作为投资者 我们首先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这个重要的前提就是 我们要确认它的价格 的确到了底部 并且开始反弹 那么澳洲 我们如果以6月作为分界线 6月第一次降息 7月第二次降息 现在是8月12日 距离降息第一次降息时间也不过是 短短的两个半月都不到 虽然说现在有很多数据 比如说拍卖率 比如说市场信心等等这些数据呢 预示着底部已经形成 并且将会开始反弹 但是从终端的中间价来说 目前我们来看呢 似乎稍微还有一些早 如果我们比较稳妥的投资者 或许可以等待价格 在的确开始上涨之后 两三个月 再确认底部最终的行程 当然了 如果你过于能够承担 一定的风险的话呢 这个我们觉得 现在呢 政策性利好的确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么在确认价格上涨之后 大家再来考虑产品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产品 公寓或者是别墅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产品 它也是为了不同的人的需求 所建立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是 一个就是一定好 一个就是一定不好 那么如果我们购买它 希望它是能够在卖出去的时候 能够赚钱 能够升值 升值是通过不同的办法 可以做到的 最简单的呢 就是买了以后 就是放着 等 通过时间 让这个物业 让这个土地来升值 但是另一种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相对于比较积极的方式呢 就是通过买入物业之后 自己主动去改造 去稍稍翻新之后 再去把它卖出去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避免掉 即使是我们之前说的 可能需要等很多时间 可能需要时机 等等等等 其他的因素 通过我们人为的增加商品的价值 来达到我们盈利的目的 这个呢 是我们第二个话题 所以要想向大家所传达的 但是我们知道 由于在澳洲公寓的话呢 很多的限制 使得我们在翻新和改造时呢 并不能达到我们最终的理想状态 因此呢 更多的人会选择 在别墅和自己的 拥有土地的物业上 进行翻新和改造 那么为了配合 大家在这一方面的需求 我们也将会在本周日 也就是8月18日的下午 中午11点30分到1点钟 在墨尔本东区 Glan Weverley 为大家举办一场 专门的投资房 翻新改造 和自住房装修的讲座 上半场 我们将会继续说 在中美贸易争端之后 现在的股票选择 那么下半场时间 我们将会请到装修界的 经验丰富的人士 给我们讲解一下 如何能够多快好省的 在装修上达成自己的心愿 欢迎大家到时参加 报名电话就是呢 8658-0602和8658-0603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